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任新疆军区某步兵团二英六连连长 从入伍到极干 我用了九年时间 是连队名副其实的老兵 这期间 我曾遭受过有生以来最大的挫败 而我能重拾信心 勇敢站起来 这份勇气来源于我对陈军梦想的执着 六连被称为民族典 他汇集了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魁族 东乡族等不同民族 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人 维吾尔族有句谚语 穿越戈壁沙漠的人 心中如太阳就不会迷路 我觉得 一路走来 基层是陪我茁壮成长的沃土 而苦难和图信则是最好的催手剂 有人说 我是从小多种语言的能人 有人还叫我老帕大哥 我觉得 想到 得到之间是做到 做好民族团结的脑袋 仅仅走进战士们是不够的 更需要走进他们的内心去 我是帕里哈齐 我时刻准备着 讲述军旅故事 分享励志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军旅人生 穿上军装 扛起钢枪 我是一名少数民族战士 住属在祖国的西北边陲 这段话是维吾尔族连长帕里哈提写下的日记 从入第一天起 他就梦想着扎根军营 为巩固祖国西北边陲贡献力量 为了这个梦想 帕里哈齐付出了百倍的努力 那么他的从军之路 都有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每次回到家 他就两个胳膊一伸 他说要抱他 特别走的时候 他就要哭 但每个星期就见两面 有时候半个月才能见一面 这是帕里哈提的女儿 在2016年第一次见到爸爸 比起往年2015年 对他来说 更显得有些不一样 因为帕里哈提执行了 为期九个多月的野外住戏任务 在两个星期前 才刚刚返回部队驻地 看到女儿攀山雪步 帕里哈提满脸都洋溢着幸福 然而 这种平常人家的幸福 在几年前 帕里哈提是想都不敢想的 好多人问我 帕班长有没有女朋友 因为那时候是二七十万 我说 我的座右鸣就是不提干 不实现自己的军官梦 不找女朋友 我也是这么做到的 1983年7月 帕里哈提出生在新疆 沙湾县的一个村庄里 18岁那年 帕里哈提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 选择当兵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时记得非常清楚的是 站台上的父母亲 都在送着自己的儿女 都是抱着痛哭 难舍难分 但是我母亲 始终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就在旁边不停地在鼓励我 说到了部队 要怎么干怎么干 要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表现 要努力学习 那一年帕里哈提带着母亲的叮嘱 来到某步兵团民族六连服兵役 民族六连组建于1994年3月 由各族官兵组成 全联汇集了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克尔克兹族等十多个民族 我们的少数民族联队 从全疆南北疆各个地方招收过来 少数民族战士在刚入伍的时候 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人员 汉语是不通的 与人无法进行沟通交流 然而 相对于大部分少数民族战士来说 帕里哈提却显得与众不同 由于从小伤的是汉语学校 他汉语表达流利 文笔也加 入伍第二年 帕里哈提获得了到教导队 参加预题指挥士官培训的机会 在教导队 战士们每天要进行三个武装五公里跃业 每周要完成不少于五次的四百米障碍训练 晚上还要组织理论学习 高强度的训练量 让帕里哈提第一次面临了严峻的挑战 五个月下来 帕里哈提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记得有一天早操 我们完成了一个武装五公里 等我回来的时候 特别想上厕所 完了在携手间 小便结束后 我就发现 就是小便池是红红的一片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说怎么还有这种情况 从来没遇到过 心里特别恐惧 但是这个又不好意思讲 那天中午第二个武装五公里如气而至 帕里哈提刚跑到三公里时 并感到身体的异样 尽管极度疲惫 帕里哈提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走过去吧 再不跑了 有这种想法 但是看到身边的战友 一个个一个个都在超越自己 但是心里面这股不服输的劲头 就会突然在升起 咬咬牙 就停过去了 好在当天晚上 细心的指导员发现了帕里哈提的异常情况 并陪同他到医院体检 最终帕里哈提被确诊为运动性血尿 必须住院接受治疗 但是帕里哈提却只休养了三天 便又一次回到了训练场上 2003年11月 帕里哈提完成了七个月的培训 顺利转为士官 从那时起 帕里哈提对身上的军装 越来越割舍不下 坚持 要注意贴筛 对自己的一个人生 做了一定的考虑之后 想到我自己的出路 两个 那么一个 就是在部队长期的留下 在这里 保家为国 那么另一个就是 当晚几年兵回到家里 想一想 后者 肯定没有前者好 在入伍第五年 他第一次有了争取提干的想法 帕里哈提参加了保松入学的考试和体能考核 各项成绩都达到了标准 然而 由于名额有限 当年的录取公式表上 并没有帕里哈提的名字 整整看了一上午 哭了一上午 整个房间里就我一个人 整个一上午 没有任何人打扰我 因为大家也比较理解我这种感受 所以那一上午 我感觉是我这人生当中 最痛苦 最痛苦 最绝望的一上午 在战友的帮助下 帕里哈提用了整整一个月 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继续完成梦想 帕里哈提选择从头再来 我叫帕里哈提伊利汉 今年三十二岁 来自新疆沙湾县 现任新疆军区某步兵团 二英六连连长 六连被称为民族连 他汇集了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回族 东乡族 等不同民族 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人 维吾尔族有句艳语 穿越戈壁沙漠的人 心中无太阳 就不会迷路 做好民族团结的纽带 仅仅走进战士们许不够的 更需要走进他们的内心去 我是帕里哈提 我时刻准备着 帕里哈提成功唯有不放弃 军律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拿破仑有句名言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帕里哈提也有着这样的梦想 首次保送入学失败之后 紧接着又有两次机会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帕里哈提相继与军校无缘 眼看着年龄已经到了26岁 家里也开始催促他抓紧结婚 帕里哈提却说 不实现自己的军官梦 就不找女朋友 三次提干受挫 帕里哈提似乎已经无缘军官梦了 难道他只能脱下军装 回到地方吗 就在第三次保送入学失败后 帕里哈提痛定思痛 不得不对自己的军律生涯 重新做了规划 当时我的口号就是 我当不了军官 但是我可以当士官中的佼佼者 我只要把工作做好 我一样是优秀的 有了新的目标 帕里哈提决定 甩开膀子打干一场 考虑到自己具备 韦语和汉语的优势 他迈出的第一步 就是主动申请 担任连队的小教员 难点和重点 就是要解决一个语言问题 特别是像我们连队 多的时候有十个民族 少的时候有六个民族 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语言 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一样 那么想带好连队 那么就必须解决好 语言和各个民族相互之间交融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卸掉的弹夹 已经收到后面了 压到弹壳里面的火药 帕里哈提下定决心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上 他就会把弹壳 下面我将 我们就要 那么瞄准点 实话中央 那段时间 联队举行军事技能比武竞赛 帕里哈提总是第一个报名 部队组织以外助训 他从不请假 连队评选优秀士兵 帕里哈提也屡屡伤马 2009年 帕里哈提因为表现突出 荣立个人二等功 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 被特劈提干 帕里哈提在第一时间 就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然而电话刚接通没一会儿 却突然被挂断 原来帕里哈提获得体干 对母亲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她也因为激动而晕倒 我母亲心脏不好 救心丸服过以后 她会特别难受 她就用微弱的声音给我讲 她说你返回营区 是不是已经被录取了 我说是 通知书拿到没有 我说已经拿到了 我妈说 她好 你总算实现了你的愿望 帕里哈提用了五年时间 终于跨进了军校的大门 军校毕业后 帕里哈提回到民族六连担任牌长 在这个再熟悉不顾的联队 帕里哈提决心 继续发挥好传帮呆的作用 像这样不厌其烦地做示范动作 帕里哈提已经习以为常 从六连成长起来的帕里哈提明白 要想让各个民族的战士都掌握好这些动作要力 必须自己身先士卒做好表率 交一手一手的交 第一遍第二遍不会再交 反正交二三十遍都不耐烦的都交 给我们交学会为止 我们自己做到了 战士才会从打心底里佩服你 才会跟着你 你的微信才会再连队输下来 为了解决连队语言沟通问题 帕里哈提积极带头 说汉话写汉字 在不久前的一次连队公差中 一个名叫尼扎米丁的班长 就因为误解了指导员的意思 而闹起了情绪 他本来是表扬我 鼓励我 但是我当时这个海域水平有限 当时不了解 没听懂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刚才你伤我这么累的花 就是为什么批评我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尼扎米丁的工作标准 降低了不少 帕里哈提看在眼里 主动找到尼扎米丁谈心 事后尼扎米丁认识到汉语水平薄弱 所带来的问题 开始主动学起了汉语 我这次的事 我觉得很火灰 我也感觉到 不学汉语也不行 从那天开始 我讲到家里 有时间学汉语 现在是百分之九十能听懂 百分之七十多能写 有没有一个民族战士 从参军入国到部队 然后再从部队复原 汉语不懂不会写 到他从部队走出去 能听懂会写会说 这将是他一辈子 受用不尽的财富 每个周日的上午 这个小小的俱乐部 都会热闹非凡 能歌善舞的各族战士 在连长帕里哈提的影响下 对连队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在休息时 跟我们像兄弟一样 然后休息之后 经常组织我们看电影 双语学习 之类的 帕里哈提担任连长不满十个月 但战士们与他的感情 却如同兄弟般亲切自然 在帕里哈提的带领下 民族六连涌现出了大批训练骨干 有两名战士考学体干 三人拥立三等功 连队被表彰伟全师基层 全面建设先进连队 只要永不放弃 终会创造奇迹 15年从军录 帕里哈提在实现军官梦的同时 也已经是民族六连里 最年长的老兵了 如今只要提到帕里哈提 战士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为他们的好连长点赞 而战友们的支持 也成为帕里哈提前行的动力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把枪当作战友的遗族班长 取木刻地日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从大山深处的放牛把 到练兵场上的金刀班长 他如何实现华丽转身 从初入军营的小雏英 到比武场上的拼命三郎 他经历了哪些欲火蜕变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屈幕刻地日 插翅鹏飞的雄鹰